看过《射雕三部曲》的读者会知道,郭靖无疑是三位主角中最突出的那一位,他所说的那一句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让原本雅字必报的杨过虎蛆一阵,郭靖留下的屠龙刀,以天剑也改变了张无忌的命运,不过,既然郭靖是射雕三部曲的灵魂人物,为何金庸却对郭靖之死一笔带过,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一天屠龙记》是射雕三部曲的完结篇,讲述了杨过退隐,郭靖战死之后的精彩故事,这一部著作颇为奇怪,初读此书的朋友会误以为郭湘才是书中主角,可在著作的第三回里,金庸大笔一挥,就用一句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将郭湘匆写死,此后的金庸开始花费大量的笔墨,描写张翠山的传奇故事,说他如何邂逅因诉说,如何流落冰火岛,如何自尽死在了武当山, 直到张翠山之子张无忌邂逅后其遇,炼成神功,我们才知道,以天的主角竟是九死一生的张无忌,就在我们误以为以天屠龙记,要和神雕侠侣脱节之时,金庸又再次提及了郭靖,不过金庸却是这么写的,襄阳城破旨,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屠龙刀不知下落,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带敢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却以为是不及,此后的金庸再也没有提及郭靖, 可见金庸对郭靖之死敌却是一笔带过,身为读者的我们不禁觉得奇怪,以金庸那绝妙的文笔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续写,神雕侠掠,并将这一部后续之作与《天屠龙记》串联在一起,这样就有了《射雕四部曲》,这一部后续之作的写点也有很多, 比如杨过退隐之后去了哪里,为何就此销声匿迹,当然,读者们更感兴趣地莫过于郭靖是如何战死襄阳城的,只要金庸以郭靖之死作为邪点,势必会再一次在大江南北刮起一阵绚丽武侠风,值得一提的是郭靖勤奋好学,他的降龙是巴掌,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之下,不仅能和九阴真经,左右互搏之术融合在一起, 还能和天罡北斗阵合而为一,仅凭一人之力就能催动阵法,做到一化七的可怕境界,加之郭靖熟读五目一书多年,身边又有黄荣这样的贤内主出谋划策,襄阳城理应固若金汤才对,试问忽必烈的十万铁骑,又如何能攻破襄阳城? 但如果郭靖身边出现了叛变投敌的内奸,郭靖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金庸大可利用武士兄弟的贪生怕死,将他们二人塑造成出卖郭靖暗中通敌的反派人物,毕竟武士兄弟的后人都出现在昆仑的连环山庄,还成了谋害张无忌抢夺屠龙刀的反派 遗憾的是,金庸写完了《鹿顶记》就宣布封笔,就此封刀挂剑,退出江湖,其实,金庸之所以对郭靖之死一笔带过,也是有苦衷的 你且看看襄阳城破之后,黄荣沦为了谁的玩物,长大之后重新审视金庸的武侠著作才发现,金庸的小说绝大部分都沿用了真实的历史,尤其是射雕三部曲 金庸更是将武侠故事与历史事件融为一体,还将不少历史人物武侠化,让他们和金庸虚构的江湖人物发生激烈碰撞 继而有了一个又一个耐人寻味的江湖故事,正因为如此,襄阳城破不可避免 只因在真实的历史中,襄阳城的确被忽必烈率领铁器踏平 因此,就算郭靖有异夫当官,万夫莫开之勇,他也无法改变真实的历史 金庸只能顺着历史潮流而动,将郭靖塑造成一位为国为民的悲剧英雄 那黄荣呢,襄阳城破之时,他和郭靖分别率兵同蒙古打子浴血奋战 待黄荣历劫之时,他会被忽必烈生擒,还是被忽必烈所杀 我们先看一看金庸笔下的忽必烈有怎样的一个人设 那时杨过为了报杀父之仇,不惜带着小龙女走进蒙古大营与金轮法王,忽必烈结盟 当忽必烈看到小龙女之时,身为王子的他月女无数 可竟也被小龙女的容貌所谜 书中是这么写的,蒙古人自来生长旷野,以天地为居室 荒山饮食,与堂上无异 当即有侍卫娶过烈酒甘府,不列余地 忽必烈向小龙女望了两眼,心下暗惊 人间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 见她与杨过携手并肩 神情亲密,问杨过道,这位姑娘是谁? 杨过道,这位龙姑娘是小人的授业师傅 现今也是小人的妻子了 忽必烈可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奇人 但她终究只是一副血肉之躯 有着和常人一样的七情六欲 这就能解释忽必烈在看到小龙女之后 竟不由自主地多看了两眼 心中吃惊之下,还急忙向杨过询问 眼前的这位美女是谁?可以预见的是,黄蓉以容貌秀美 名动江湖多年,忽必烈也早有耳闻 因此,在攻打襄阳城之前 忽必烈就下了指令,非要活捉黄蓉不可 以便见一见传说中的黄蓉到底有多么神采飞扬 而且,根据史书记载 蒙古人攻破城池之后 都会将城内的女人牲畜尽数炉走 在蒙古人的眼里,女人就和牲口一样 只是男人攻城略债的战利品而已 如此一来,金庸为何对郭敬之死一笔带过 就有迹可寻了 只因襄阳城破之后 不仅百姓生灵涂炭 就连黄蓉也成了忽必烈的玩物 这样的后续之作写出来又有何意义? 和金庸一向宣扬的邪不压正相去甚远 众所周知 以天图龙记 虽然被金庸标榜为神雕侠侣的后续之作 但这一部完结篇倒像是在讲述另外一个故事 的确,认真看过这一部武侠小说的读者会发现 以天图龙记对郭敬之死用一句话一笔带过 书中是这么写的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 图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待敢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以为是不及 你看,金庸不仅给出了郭敬黄龙的结局 就连在神雕时代沦为路人的郭破鲁也一并提及 奇怪的是,为何金庸只字不提杨过和小龙女 杨过退出江湖之时 虽两鬓斑白 但也才36岁 只要金庸愿意 他完全可以在《以天图龙记》的开篇 讲述杨过的后续故事 可金庸却没有这么做 他的避重就轻到底有何深意 其实,正如金庸自己在《后继》里所说的那样 他喜欢在书中留下空白 攻读者们自行发挥想象而补足 杨过也一样 他没有结局 或许是因为早已被仇人所杀 的确,以杨过的性格 他绝不会对郭敬黄荣袖手旁观 好比杨过在20岁的时候 就多次营救郭敬黄荣夫妇 有时候甚至是舍生忘死 在化身为神雕大侠之后 杨过更是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 他曾在襄阳城的高台之上 与金轮法王以命相搏 为的就是救出郭湘 可以遇见的是 当忽必烈率领十万铁机卷土重来之时 杨过听闻之下 再次带着小龙女奔赴了襄阳城 在黄荣的预测之下 群雄知道襄阳城岌岌可危 杨过这才献出了玄铁重剑 由郭敬命能工巧匠 打造了一把屠龙刀和一柄以天剑 刀剑中藏了兵法秘籍 也寄托了群雄的希望 可惜此时的郭湘 却不知自己朝思暮想的神雕大侠 返回了襄阳城 他却在千里之外的西川苦苦追寻 待郭湘惊觉之时 父母以及大哥哥连同襄阳城 都被蒙古打死踏平了 看到这里 相信一些读者会说了 郭敬和杨过强强联手 忽必烈就算有千军万马 也无法攻破襄阳城 你要知道 襄阳城被蒙古人攻破 继而在中土创建大元王朝 可是真实的历史 金庸只能尊重历史 其次郭敬 杨过武功再高 也终有历劫之时 在神雕侠侣的末尾 黄荣 周伯通 英姑 黄药师等高手 就曾闯入蒙古大营 群雄只是烧了蒙古人的一些粮草 就匆匆而逃 原来周伯通 被蒙古人的弓箭射成了刺猬 而成英 陆无双等武功较弱之人 更是身受重伤 况且郭敬是襄阳城的精神领袖 杨过又是杀害大汉蒙哥的罪魁祸首 忽必烈城府极深 深谋远虑 他岂不知击杀郭敬 杨过会象征什么 他必然会使出浑身解数 以此击杀侠之大者郭敬 和神雕大侠杨过 这样一来 金庸为何在以天图隆计 解释得通了 杨过寄死 小龙女呢 你且看看 他沦为何人的玩物 在神雕时代 尚未蜕变的杨过 曾带着小龙女 走入蒙古大营 见到了年轻有为的忽必烈 原来此时的杨过 为了杨康之死 打算和蒙古人联手 以便抱团取暖 击杀郭敬 当忽必烈见到小龙女的时候 他历史被小龙女的绝世容颜 惊得瞠目结舌 书中是这么写的 蒙古人自来生长旷野 以天地为居室 荒山饮食 与堂上无异 当即有侍卫 娶过烈酒甘斧 布列余地 忽必烈向小龙女望了两眼 心下暗惊 人间竟有如此美丽的女子 见她与杨过携手并肩 神情亲密 问杨过道 这位姑娘是谁 杨过道 这位龙姑娘 是小人的授业师傅 现今也是小人的妻子了 忽必烈何等身份 见识过多少美女 可她仍被小龙女的魅力所谜 以至于刚见到杨过 就急急忙忙询问小龙女是谁 可见小龙女是忽必烈的菜 而且在蒙古人的眼里 女人并不能和男人平起平坐 甚至沦为货物 玩物 好比蒙古人在大草原上争夺地盘之时 往往会将其他蒙古人的牛羊牲畜 以及女人一并掳走 其他蒙古人也不甘示弱 他们也会反杀 将被抢走的牛羊女人 再次抢回来 金庸也借着这个真实的历史 在《射雕英雄传》里 讲述了成吉思汗妻子的此等遭遇 反观小龙女 若她真被忽必烈生擒 以忽必烈对她的爱慕之心 小龙女必然会被视为货品 恭忽必烈玩乐 当然 这样的剧情 金庸绝不会写出来 毕竟她的著作 一向都是宣扬邪不压正 这也能让我们明白了 杨过为何没有结局 只因杨过早就跟着郭靖 一同死在了襄阳城 请不吝点赞 订阅